哈囉 歡迎來到新聞熱通 女明星的名字 常常跟第二代連在一起 不管是什麼副二代 官二代 名人第二代 第二代要教女朋友 好像也常常往女藝人裡面去找 所以女藝人跟第二代的名字 好像常常都連在一起 最近又有新的這一對冒出來了 都會是好事嗎 很多的內幕跟八卦 我們就要請教今天現場的特別來賓了 現在來介紹資深媒體人麥若瑜 倩玲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呂文婉 倩玲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脸長玉 倩玲好 大家好 迷你專家蔡上基 倩玲好 大家好 新聞專家薇薇安 大家好 好 我們這兩天看到新聞上面 就是已經連續吵了兩天的 我們的藝人朋友丫頭 她是傳出來跟警政署長 王卓君的大公子在一起的 而且是有在馬路上被拍到 在玩親親的照片 所以這個應該假不了了 那麼最近因為警政署長 當然很忙 大家知道學運搞得現在這樣子 就是沒想到說 原來她的兒子跟老爸長得 一點都不像 然後跟丫頭 好像戀愛還不是只有 剛剛開始萌芽 好像已經一陣子了 那怎麼回事 大家都認識丫頭對不對 對 那時候看到這個消息 有沒有嚇一跳 很嚇一跳 嚇一跳 真的覺得好像她還沒長大 對 這個小女孩 之前都是跟演藝圈的男生 有一些這樣子 都是演藝圈的 那在後台都沒有聽過 她任何跟王卓君的公子的事情 對不對 沒有 沒有 零 所以邁哥這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我跟你講丫頭 大家都知道 黑色會妹妹出來的小美女 聲音很有特色 很精很細 我當時很驚訝 在2008年我去大陸的時候 我就發覺 她這樣的聲音 她其實很早就來 在中國大陸主持節目了 2008年 那是六年以前 還沒有台灣的主持人去的時候 丫頭已經默默在那邊主持節目 當然她不是一個人 她是一群人 那個時候我就很好奇 而且丫頭那個聲音 在大陸非常受到觀眾的喜歡 因為他們沒有聽過這樣的聲音 很可愛 然後很有效果 當時我就嚇一跳說 丫頭原來大陸這麼紅 那個很早期 可是丫頭的感情世界 大家其實一直沒有說很洞悉 說她會交什麼樣的男朋友 一直到這一次 一爆爆出來跟大男朋友 一爆出來跟大男朋友 是這一張 這個是官二代 你說王維麗 William 他當然自己做這個潮牌 是一個男生 當然丫頭被拍到 他跟這個William在暗像積穩 男生當然穿得很潮 很隨性 可是丫頭跟他兩個很恩愛 就是很愛 就是那個時下男女的那種愛情 可是大家一查 這個William大有來頭 爸爸就是剛剛倩琳講的 現在學運封堡上王卓君 而且這個王卓君這個官大 就所謂的這個警政署長 其實很帥氣 很多人認為王卓君 非常的有那個帥氣的樣子 現在他的兒子William 居然跟丫頭是一段這個戀人 大家非常非常刺激 而且好像王署長對於丫頭 好像滿讚不絕口的 說他就很乖 很節儉 就是好像爸爸還滿贊成的 對 印象很好的 但是剛剛講到聲音 蔡壤基老師 那個丫頭好像是 我這輩子唯一的一個 真的活生生在我面前 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直接問他說 請問你的聲音是 誰本就這樣嗎 那個聲音是真的是這樣嗎 對 我說 雖然那個聲音 我終於學不來 你學不來 但是那個聲音就會 讓人永遠覺得 他好像小孩子 就像文婉講的一樣 像個小孩子 怎麼沒長大 眼看著是不是要嫁入豪門了 這樣子的聲音跟豪門 有關係嗎 這個聲帶發出來的聲音 是一個真正是天然的聲音 聲音裡頭也是人像學裡頭一部分 它叫做音像 聲音的像 它的音頻 它的音波 還是有分成金木隨火圖 連音波都有五行 對 如果說聲音的波 如果是屬於比較尖嗲的聲音 就像那種娃娃音 它是屬於比較尖嗲的 它在五行裡頭是屬火 屬火基本上在感情方面來講 通常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 一些比較嗲的聲音 像菜龜的聲音也比較嗲 尖 高八度 感情婚姻基本上是比較不順利的 智玲姐姐都要40了 對 所以如果是娃娃音的人 是分成兩類的 一類的就是它的娃娃音 它是比較尖又急的 然後有點刮燥 那一種的聲音 在感情跟婚姻 基本上都是不順利的 然後感情婚姻也不會美滿跟幸福 就像你剛剛講的菜龜那樣子 菜龜它就是屬於比較尖的 比較急的 講話比較急促的 然後有時候 講多了會聽起來 是有點帶呱噪的聲音 這個基本上 在舞台上是一個特色 在舞台上有很好的表現 但是在感情跟婚姻來講的話 它就不利的 如果說是像 我們台灣第一名模智玲姐姐 那個聲音它雖然是嗲 但是是比較嗲 比較溫的 然後比較甜的 她講話比較慢一點 對 那個雖然是嗲 是火 但是它會帶水 那水的能量 對感情來講是比較好的 是比較有機會 嫁入到富貴的人家 像水蜜桃姐姐 那水蜜桃姐姐她也是一樣 她的聲音也是屬於比較溫的 比較不是急促的 比較不是尖的 比較不是呱噪的 其實丫頭也是有點尖 所以我還是在關心 智玲姐姐跟馬桶小開的機會 就還是有是不是 還是有嫁入豪門的可能性 縱使沒有馬桶小開的話 也有另外那一桶 也有另外別桶的小開 別桶小開 可是文婉有一些的女藝人 可能跟第二代在一起 也許剛開始的時候 看起來很甜蜜 但是不久之後 被人家退貨怎麼回事 我們現在來講一個女藝人 她叫錢柏瑜 大家會覺得錢柏瑜 有點陌生對不對 可是在這之前 她叫柏妍安 然後她也曾經捲入 大家記得嗎 徐明大哥的愛女不是墜樓嗎 的話她好像疑似 就是搶了人家的男友之類的 這個風波 好 我要講她 如果大家記得 其實在2006年 2006年的時候 她跟王權人在一起 也就是這個李晶晶的前夫王權人 那個時候還叫柏妍安 柏妍安 對 然後其實那一段感情 大家也覺得說柏妍安不得了 你真的遭到了一個豪門 對啊 一定是非常支頭了 然後其實那時候柏妍安 真的她就是極力覺得說 我就是要進這個門 從哪些動作看得出來 王權人那時候到英國 要這個去留學 她不是陪著人家去 對 她就是到英國去陪讀 然後一待呢 其實第一趟的時候 她就陪她呢 整整她把演藝事業全部放下 然後陪了她三個月 好 然後甚至呢 其實大家看到那個 右下角那張 黑色衣服的照片 你知道是做什麼嗎 那時候陳靜雯 也就是王權人的媽媽 過世的時候 柏妍安出席 這是很大的一個動作吧 好像一家人 對 然後那時候你知道嗎 這麼大的新聞 其實媒體都是狂拍 然後她就發現說 她已經站在這個 就是所有家族的人群裡面 被承認 然後她覺得就是 笑息的這個姿態 結果沒有想到 我剛剛說了 她到英國去陪讀 陪公子讀書 結果她第一趟去的時候 整整三個月她就待在那兒 後來她曾經回來台灣 結果她第二次被英國的時候 王權人王子就告訴她說 我不可能跟你結婚 她就跟她說我們不可能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分手吧 我們瞬間轉變 人家心都要睡了 那當下其實 女生真的不能接受 可是她只能被迫 她就回來台灣 然後那時候她就說 還是王權人的 就是王子的司機 還幫她打包行李幹嘛 就走了 好 然後她說她走了之後 她就一直不能接受 她就更不能接受在後面 一個月之後 李晶晶 她跟首都客運的千金 重逢了 他們復合了 情何以堪 所以這個 你說有 這個無縫接軌 其實這個也有 也有這樣的嫌疑 只是說這個情商 對柏妍安來講 其實非常非常大 她說她整整兩個月 她不敢出門 她不敢看電視 她什麼都不敢 然後其實離現在最近的消息 她大概是 應該算一算 應該一年多前 她遊學回來了 妳知道嗎 她後來這段時間 她沉積了很久 她三年完全都 沒有出現在演藝圈 因為情傷太重了 然後後來她發現說 演藝事業好像有一點 她覺得很乏力 她就真的就又出國遊學了 可是她說她再也不選擇英國了 那個意義太重了 對 然後她就到美國去遊學 可是這樣一路 她現在回來 聽說據了解 她好像在遊學的期間 還在追蹤王全人跟李晶晶的 離婚的官司跟過世 她其實她 剛剛那樣照片對不對 她那個媽媽 王全人媽媽過世 其實她為什麼會傷痛這麼深 其實她那時候 剛剛聞完講她有回來幾個月 因為她媽媽生癌症的時候 她們有回來陪媽媽 其實那個全人的媽媽 跟柏妍安講了一個話 她說那個孩子 我跟妳講 妳如果要進我們家門 妳先去把妳的學歷先增加一點 因為那學歷真的差太遠 進不了他們家門了 她聽進去了 她就利用那段時間三四個月 她跑到那個實踐家專 現在已經在實踐大學 她去修一個設計課 我還到那個學校去找她 她背得大包小 因為那設計圖其實非常難畫 她說 她說年姐 我跟妳講 我畫這個設計圖 因為要交作業 我說我畫到眼睛都快要瞎了 很難很難 可是她就是聽了媽媽的話 去做這些事 但是妳知道嗎 她那個喪禮之後 很多人還跑去問那個 王全人爸爸王文揚 王文揚 王文揚還是講說 這個女生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誰 還講這樣的話 所以這是情何以看 她已經做這麼多的努力了 還進不去的 當年王全人追她什麼 追得多熱烈啊 因為柏妍安喜歡吃巧克力 王全幫她一個包包 準備了各種各樣的巧克力 然後讓柏妍安每天填在心裡 我知道後來 當然王全人 後來又跟一個女主播 我不是講過 我吃過那個女主播的巧克力 那巧克力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覺得王全的巧克力公司 會讓女人難忘 對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被這個富二代的家庭不認可 先認可 後來又不認可的 這一位進不了門的媳婦 但是我們下面要看到這個 不用跟富二代在一起 這個女明星 她自己都是富二代 而且一天到晚上新聞 這是全世界最有爭議 最有名的富二代 Paris Hilton 當然大家知道 她是希爾頓家族 父親是希爾頓 主婦是希爾頓家人主席 這個曾祖父是希爾頓集團的創始人 那她自己當然是一個繼承人 很有錢的繼承人 超級大千金 那個時候她 你看福克斯電視台 這個Simple Life 就是這個拜金女的情境節目 讓希爾頓一炮而紅 他們怎麼樣 都把自己弄得像個假人一樣 對 因為他長得這個樣子 但是他憑這個長相還是出來 出來以後爭議不斷 我隨便舉幾個例子 第一個 大家知道 One Night 我們大家聽過 One Night in Beijing對不對 One Night in Paris 在巴黎還是Paris 我跟你講這個是他跟前男友 前男友把他的性愛 他跟前男友拍的性愛光碟 前男友出賣他把他出售了 然後這個性愛光碟 叫One Night in Paris 就是Paris 對 一個晚上 你知道嗎 這個出來以後 那個時候他已經是名媛了 已經是有名的人了 他有天走到這個書報台上 看到他這個One Night in Paris 他就把那個碟偷了 偷了放包包裡面 老闆說 你偷東西 他說 你怎麼樣 我告訴你 我就是會偷這個碟 而且我跟你講 我不付錢 他就跟老闆說 我不付錢 氣到了 他的爭議除了這個之外 你知道他是希爾頓家族對不對 他有一次去莫斯科 到了他們迪寅的這個 哈亞飯店去 總統房開趴 來了一群朋友開趴 把總統套房搞得亂七八糟 結果你知道壁紙 總統套房壁紙很昂貴 結果都弄壞了 他最後check out的時候 這個告他 說你要陪我們 香港的賭王何同生 他的女兒 這是四房的長女何超穎 去年的三月 在香港銅鑼灣 那個是最熱鬧的地方 當街破街啊 夫街 你知道嗎 他算成這樣 整個像風波子一樣的 他是喝醉的 兩年前 他30歲生日的時候 號召了十一台遊艇 十一台 十一台遊艇 而且這個遊艇 你知道辦了多久 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